大家早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聊什么呢 聊几个房地产方向的新闻吧 说完刚需说非刚需 昨天晚上说了 基础消费嘛 继续聊房地产聊金融 房地产有几条新闻啊 里面都有一些很突出的企业嘛 做的很好的企业公布了这个半年报 半年报里面呢 就特意说说一个融创 这家公司 他你你说他其实也非常低调 也非常说稳找稳搭的干 为什么很多人关注他的 我要给你讲讲融创的历史是怎么来的 就每个公司他还是有自己的办法的吧 你说什么高增长高杠杆啊 有人说什么恒大栽大跟头主要什么高增长高杠杆 那你是小青星 你完全的不了解情况 或者这么说讲不了解情况 因为就前几年16年17年的时候 全国的房地产都搞高周转高增长 王石自己说的我们万科的模式 就是高周转高增长啊 就是到处拿地 就是到处抢地 当时这么满世界都是帝王 但是都这么玩的 就什么时候拉响的警报呢 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啊 宝万之争 当时是民营资产 民营的这些资金居然敢 把国有的这些抢过来 那是引起了习近平的震怒 哎呦 你们原来长这么大了 现在 当时这个 宝能嘛 实在太牛逼啊 上了1000多倍杠杠 把万科想拿下来 买到第1大股东 那是不得了的 中央震怒啊 民营资本涨得太大了 我们要反过来搞国际民退啊 所以国际民退就这么开始的 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呃 后来开始将杠杆去杠杆里面 像很多 比如李嘉诚他早跑了 李嘉诚他是115年就跑了 人家人家跑得最早 人家倒不是什么政策 人家早想跑 呃 还有是碧桂园吧 比如碧桂园 他是有地方性质比较聋啊 这个地方他呃 背后的力 这种顺德的地方势力 把他保住了 啊 所以就呃 碧桂园好像也没出大问题 就就恒大摘了大跟头 说到底的 融创的秘密在哪里呢 融创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吃透了中国的游戏规则 什么游戏规则呢 就孙宏斌这个人 你别看他吗 还是是个中文名字 人家 可是个 American 人家是美籍 你看清楚了 所以他非常会玩 我说了以后那是 绿卡不管用 以后必须拿护照 你要拿美籍回来做生意 还差不多 哎 你看所以 为什么孙宏斌到现在美岛呢 还基本上还应付得过去呢 因为人家是美籍 我不知道他人在不在中国啊 反正他也是香港商事公司的开会 估计 最多最多也就在香港开 他也没回大陆啊 他之前在大陆是 坐过牢的 跟柳传志啊 这些是有很千诗万语的关系 反正是 不知道是帮大哥挡了刀还是怎么样吧 反正有的人是这样 就是帮大哥挡了刀 就进去了一会儿 然后就被大哥重用了 就出来呢 做了几年 反正是 说他 当时肯定也是口带罪嘛 这些乱七八糟 反正进去了一下 然后出来呢 柳传志就给 当时 93年嘛 93年 给他50万 可不得了啊 当时是个大钱 后 就 他没想到 这家伙做的有声有色的 做成了天津最大的 叫顺持公司嘛 当时就就叫做 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啊 他也是亲资产 搞起嘛 50万你说多也不多 所以搞大项目搞不了 搞中介 刚开始也搞中介 中介就后来 联想自己房地产 也是个鸡肋嘛 然后联想就把自己的房地产 这一块卖 又卖给了孙宏斌 所以就 又切入了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行列 所以就一下子就 越做越大 所以孙宏斌是 中国房地产 CEO里面 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人 但是正儿八经呢 就是技术派出生的 就是江派 就像 中国 最有文化的 国家主席 江泽民 胡锦涛嘛 对不对 那都是很有文化的 属于 然后他就是坐过一次牢嘛 他就见过鬼就怕黑了 说我都是这样的 见过鬼怕黑 马上去美国拿了个美国护照 入了美籍回来 再搞了个融创地产 就这么来的 后来 反正是政商关系非常复杂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 他帮乐视接盘 其实是帮令计划 反正这一批 背后的不是贾跃 乐视的很多钱 不是贾跃 就帮 这一批人 接了盘 其实帮他们跑出去了 后来的无所谓了 他亏不亏 把他旋迹急了 把他丢了呗 也是这样 其实就用融创的钱 其实融创的钱来一来 被爷爷贷款了 是不是 就相当于是融创帮 乐视这一群就把钱烤出去了 所以他在里面 融创这个政商关系 还是很深厚的 而且我说了最会玩的地方 就是拿了个美籍 其实他其他都不管用 其他都 都不是重点 说多了 反正有 现在孙宏斌 他出来 大哥 出来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会比较惨烈 这个 其实证明他应该来讲 还行 他说这句话证明他还行 为什么呢 就是 他敢说比较惨烈 就是 他不怕 明白 这玩意不怕 像美团 我说了美团想跟国家拦草 我明确跟你说了 我报表跟我说了 他他可说可不说 为什么偏偏说呢 美团就告诉你 我可能会接受高额处罚 也就是他也不怕 证明美团 还有 融创地产 这一批呢 他还是比较稳的啊 你看那个美团的王兴还在那调侃 我们拥护共同会议 其实就是 还是有点 犹豫的感觉啊 就是 还还在玩啊 还 还在周旋 这个中国的这一批企业家不得了 所以中国企 中国企业家 全世界 都严惊中的严惊 这一群王兴 孙童斌呢 现在是下半场吧 上半场死了一大片 活下来的 又是大浪淘金 不得了 真的是 反正孙童斌他也 也出来喊 就是 这个不好玩了 反正不好玩 这背后的可能也是交代问题吗 因为他反正自己没啥事才美极怕什么的 他 也是跟你们 坦白说了 反正 你们到时候还埋怨我 还不如直接跟你们说 现在房地产就不好弄了 你们爱投不投 差不多 这个意思 反正该跌也跌 我说也跌 不说也跌了 内房股都倒下一大片了 以前 我觉得比较能玩的 一个潮汕帮 有一个龙光 龙光集团 我觉得 也是 品质也不错 龙光的房地产品质不错 现在不知道 现在 形势越来越差了 可能 用料越来越差了 有一批还还可以 融创 当初 当初 也还可以 他说什么 三条红线 这些指标 不是一个很难的指标 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是非常必要的 三条红线是比较合理的 最近很多企业压力很大 出了一些问题 其实跟政策没有太大关系的 是 你自己没搞好的 说话这么屌 孙童斌 有点翘起来 就是你 许家印你自己没搞好的 为什么我就没出事 不要再跟头 说话太太 有点飘了 孙童斌 他也指出按照这个要求 每个企业把负贷控制住 整个行业的资金链也会减少的 这个可能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 谈及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时 孙童斌比较悲观 他这种相当于推托责任 反正我告诉你了不行 下半年贷款也不好贷 现在贷款很难 更难 销售市场会出现大幅下滑 告诉你们了 就这么愣 今年下半年的销售压力很大 预计会非常惨烈 这样荣创会 根据战略选择降负债 降负债规模 也就这样 所以孙童斌现在反正人在香港 拿着美籍 哪怕荣创倒了 也就这样 他大不了回美国 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你们跟他不一样 不一样 这是孙童斌 然后房地产方面 还有一个 提一提 也跟有点关系 这个就是民宿 我有一个朋友刚盘下了一个民宿 我也是麻烦了 反正 民宿现在全面下架 全面下架 北京这一块 主要是 就不合规格的 不合规格 他也不会全面搞 因为住宿 酒店这里面 他主要 是 有很多国资 所以他不可能全面搞 然后你看什么 面向 什么 艾比银也搞 去哪儿 小猪短猪 邪城美团 幕僚非猪等 全面进行一个 房源的整顿 就是没有什么 背景的 其实本来 无牌无证的 他已经早 不能上线了 他现在能上线的 基本上 他有审核了 现在审核当中 还要审核 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就有一些事 是不是你是挂扣的呢 还是什么 不好说 因为完全无牌无证的 早不能上线了 但是上线多多少少 还是 还审核过 早都审核过了 现在 现在又搞 主要是可能 没什么背景呢 这一块要受到清洗 现在北京开刀了 是不是北京的 的那些 古建筑比较多 所以就是什么 精品民宿 而且有消费力 又是旅游城市 找北京开了个刀 后面你说什么云南 很多小星星搞了很多 这些是不是也会出事 不好说 所以做民宿的 要小心的 可能就是两三个月前的 教育培训 最多最多 还有两个月 给你们两个月时间 想跑的赶紧跑 还有一个平安继续受到狙击 平安的医藏通公司 被举报 涉嫌财务欺诈 就这么个事情 这后面 究竟是平安 现在是 到处漏风 就平安 是不是 一条破船到处漏风 平安是现在 又是 那个 质保单被举报 然后 平安 小心 我已经三番四次提出平安 要小心了 好像没有其他频道说 我吹牛逼 我告诉你 我半年前 我老说房地产 不行不行 你看我看到今天王健财在这里说拐一点 找拐一点 是吧 我 所以我 牛逼吧 也算是牛逼 像是什么 孙老师 是吧 孙老师也是现在也 也是转口风了 也说房地产硬着路远着路了 是吧 不行 找不好玩 像我们本来 在国内就炒房 我们就是觉得不好玩 慢慢就不好玩 有成本 有些东西 你炒过就知道 不炒不知道 炒了你也知道了 是不是这么好玩 房子 你拿出去出租 是不是这么好租 你以为躺着就收租 很多麻烦问题 租个房子有好多麻烦问题 里面好多风险 比如那个人住了之后 把你房子全部搞烂 或者说 住的不好啊 或者说是 你投资个房产 你不是说 有什么 有涨就行 涨的够不够多 你知不知道背后的成本有多高 你一年 我告诉你房子一年涨不超过百分十 都没钱赚 一年 每年起码要涨个百分十 其实也就是一个涨停板 还不如在股市 做个涨停板算了 一天就百分之十 是不是 当然也会亏百分之十了 很不好弄 谁炒谁知道 炒了你就知道 是不是这么好玩 特别是新房子 各个月要叫物业管理 哎呀 哎呀 说说说说了又又说说多了 反正还有一个是 再提一提吧 就是广州也发布了这个二手房子 打架了 全国都在跟进 广州本来是有很多这种 敌对势力 有很多本土势力 一个呢 本地人 对中央比较抗拒 广州这个地方不像深圳 深圳全部都外来人口 广州呢 它全部是本地人口 很多民国的资产还在 我告诉你 广州里 你去叫我一圈 民国的老房子 而且是有些是 拿着台湾护照 回来我要拿回我那个 民国的房子的 就里面盘根挫折的 背后势力还是非常 复杂 所以广州这个地方也跟进 也是比较现在才跟进 就 也是打了个折 他说比如 他说什么 要规范二手房 要个贯彻房租不吵 贯彻房租不吵的意思呢 就是要听中央的话 他是分批 首批96个二手小区 其中天河区54个 报价较高的10个小区如下 天河区保利 新女花园 小区 小编 通过网络搜索天河区的 保利新女花园的二手 均价 均超14万一瓶 而政府的二手房交易参考价格仅为 96,957 14万 现在 现在在 什么贝壳 那些挂牌14万一个平方 但是他给的参考价 他96,957 够呛 一下子打了打了多少则 打了 14万到9万多 所以整个房地产 都是不好 有的朋友 最后我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反正我免责生病 有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反正不移民 然后大把钱 我刚需 我 什么时候买房 现在是不是机会 我告诉你机会也还早 确实 你说每一个时代有他的机会 你说以前文革也有人冒起来了 你说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白卷英雄 反正交白卷 没有一点点文化 后来也是反正当官当到死 是不是 白卷英雄 有一个叫做 那这些是历史性的机会 你说在这个文革当中有没有受益 有人受益 有的人就趁机就上位了 就流氓 流氓当道了 说不定对不对 有这个可能性 你首先你的现金能不能 很好的保住 到后面 不好说他现在精准割韭菜 精准调控 不好说 反正你如果你全款 现在全跌下来是不是机会 也有可能是机会 但是 这个要跌到什么时候算到个底 你抄了之后 比如14万 现在给你来个9万 你说你抄不抄底 9万 你说不定还跌到7万 7万说不定还跌到5万 5万说不定跌到5000块 是不是 你咋知道他整到什么是个头 现在还看不到头 现在说抄底还早 但你说有没有人会受益 有 绝对有 对吧 像说不定我小林财经 哪天中国房价跌到500块一个平方 我回去 回去我能拿一点点钱 对吧 说中国又要改革开放了 我回去抄底 不行吗 对吧 你说我受不受益 我受益 是不是 难说 你说我现在会不会 还早 早 太早了 所以 先说到这边 觉得有点意思 点单的分享 拜拜 拜拜